主料,面粉300克,燕麦片100克,主料,葱,芝麻,发酵粉,花生油,盐,准备时间10-20分钟,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,准备盐,葱花,熟芝麻,花生油备用,将面粉和燕麦按3比1的比例炖好并加入发酵粉混合,加入适量的温水,揉至光滑的面团,发酵至2倍大, 发酵好的面团再去搓揉排气,将发酵好的面干卡,刷一层薄油,撒上芝麻,葱花,两边对折好,切成大小均匀的方块,将两块面重叠在一起,两手稍用半拉长,其两手扭向相反方向长途中形状,做好的芝麻卷再次发酵10分钟后,冷水入锅,大火烧开改中火,蒸20分钟关火,再需蒸5分钟即可出锅。 烹饭技巧,冷水入锅,中火蒸出来的包子馒头花卷,不尽表面光滑,还松软可口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